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现在来帮你解释 这一个 对象 根类 在C++ 上面的这种 代码的写法 那C++ 这个C大家都知道他是在1970年代 的这一个 推出来的 至今天 已经有40年左右了 这是C 然后呢C++是在1986年的 推出来的 1986年了OK 那也有 这一个 230年了30几年了OK 这是C++的 然后到了1996年 加把这出来了 这是加瓦 OK 然后我们在 上几个回合呢 所谈的 是加瓦的 这个类别呢 跟对象的建法 我们现在要来谈的是C跟C++ 好 那么C跟C++语言 跟Android的关系 我先来了解一下 那为什么 我们 要把这个 C跟C++呢 要把它纳进来 因为 Java类别呢 跟C++类别之间 可以通过 ZMI的接口 来做 衔接 互相沟通 所以呢 在Android的基本的结构 这是 有一个虚拟机 那这个是由 这一个 虚拟机 来执行 这个Java的代码 有虚拟机 然后 虚拟机呢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他会 过来 这个 调用 这边的 SO 来 启动 这边SO来执行 因此呢 就可以 让 Java的代码呢 跟 C的代码呢 来做对接 和C++的代码 OK 那这一边 来讲就是说 在这个Java呢 有一些是叫做本地函数 叫Native的 的这个 函数 Native的函数 那这Native的函数呢 它这里是没有代码 那在这边 会再写一个 用C来写 C的 这个代码 就是 本地函数 就是它是 由这边来实现的 所以呢 那当VM 这个执行到这里的本地函数的时候 那么他就会来 啊 调用 这边的C的函数 那这C的函数再往下调用C跟C++的函数 是这样串起来的 就是 它的道理很简单 就是 Java里头的 类 那么有某些函数的 代码 就不写 这代码呢 就由C来写 就这么简单 就是 把Java的某些函数的代码 用C来写 然后呢 当这个VM在执行到Java的这一个 啊 Native 就是本地函数 它的英文叫Native 叫Native Native Native 它的指的就是这边的东西 因为 Java是透过VM 所以它有跨平台 跨CPU 平台的这个效果 那这边用C写 它会跟CPU有关 所以呢 它叫做本地的 那么 至于呢 用Java写它就跨CPU 所以它就 叫做这一个跨平台的 一种语言 那么用C写的Program 只适合在 本地的CPU上跑 不适合到别的 机器上跑 那这叫做本地的 那它的概念很简单 就是 把Java里头的某些函数的 里头的代码 用C来写 然后呢 在VM 在执行到这个 本地函数的时候 那么它就 会过来 这个执行 过来 这个 调用 这个C的 这边的函数 来执行这边C的代码 那这样就 连接下来了 OK 那么 我们 在16章呢 我们会 谈这个 会来稍微再介绍一下 那这个部分呢 如果呢 你想做很深入的了解 那你就 请你呢 这一个 这个看看 我的 这一个 另外一个课程 就是100个小时那个课程呢 我们先看一下 不在 不在这里 OK 就是 我有另外一个课程呢 是有100个小时的 那个部分就讲了 这个Android的 整体的架构 就是在讲 这个 里头有很大的部分 就是在讲这个 Java 跟C 的这个对接 OK 好 那我们现在 再回到 我们的主题 就是 在Android的典型的软件架构呢 就是 以JMI 那么融合了 Java 跟C++ 那这个C++ 里头呢 可用C来写 可用C++来写 那么这两边 就可以透过JMI 把Java跟C++ 组合在一起了 那在本书的第16章 我也会稍微做说明 那自己要很详细理解 那就请你 这一个 听听我的 100个小时的课程 OK 好 那么 在这一个 我们这个课程呢 并不会很 花很多时间 在这个 Java跟C++ 对接上 我们是要建立 这个 Java跟C++ 的这个 面向对象 的基础 OK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C++的类跟对象的概念 一样的 因为Java是来自于C++的 所以呢 他的两种语言的 这些 管理类 以及对象的观念 几乎都是一样的 几乎都是一样的 他的核心工作 就是设计 设计类别 一样都是设计类别 然后呢 一样是有电脑在run time的时候 才来产生 这个对象 才产生这个对象 然后呢 我们的类别里头呢 我们的代码里头就包括各种类别 还包括类别之间 什么时间创建对象 以及这个对象合作的安排 的一种指示 OK 好 那我们一样的 这一个 例如说一个班级有四个学生 那这个 每个学生呢 有这四个学生 有他的分数 有他的分数 那么因此呢 我们从这个成绩表当中 就可以 想到 学生是一个类别 对不对 学生是一个类别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 这一个 定义一个 学生这个class 然后呢 产生 四个 对象 每个学生 都是一个对象 然后这个对象里头呢 就有 这一个 三个属性 这样是一个 是一个对象 对不对 然后每个对象有三个属性 叫做姓名 还有 狗文的 还有英文的 分数 狗文分数 英文分数 所以有三个属性 三个属性 所以他就有三项资料 在这里 OK 所以概念都是一样的 然后 将对象的数据要存入 这个 电脑里头呢 我们就 设计一个 类别呢 叫 student 叫student OK 所以我们就设计一个class呢 叫student 这是用C++写的咯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概念 通通通跟加瓦是一样的 加瓦是一样的 然后呢 这边也 设计的三个属性 有没有 三个属性 这是 Chinese的Skull EnglishSkull 然后 这一个name 然后呢 这里是设定 出其值的 所以把他name传进来 然后 这一个 double 这也都是 你看这个double C++也有 这样的一个 形态 那这个是也是C++有的 然后他把这个 Stream copy的时候用的是 Sream copy这个函数 OK 这个函数 这是 比较细腻的 与瓦上面的差别 但是就整个 对象 跟这个类的 概念是一样的 所以 这里是 用这个类 来产生 三个 四个对象 产生四个对象 OK 好 但是这四个对象 是真正的本尊 OK 不是 不是参考了 这要了解 C++跟加瓦不一样 C++跟加瓦不一样 加瓦来讲 这个 基本上 这边的 参数呢 都是 都是参考 都是分身 但是C++呢 这边是本尊 所以他直接 就把它set进去了 直接把它set进去了 OK 就差别差在这里 OK 所以在这个程序当中 创造了新的 一个class 就是数据结构 数据的形态 那么 这个main 就 宣告了 四个这个 变量 并且创建的对象 这样子 然后再透过set的 这个函数呢 把这个数据呢 存进对象当中 因此呢 就可以算出 个人的平均值 这样子 所以你看 这里 这是 刚刚只是把这个东西 把数据存进去而已 我们就把它存进去了 存进去四个人里头了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算 他的平均值了 算S1的平均值 S2的平均值 S3S4 就可以算出来了 好 那么 我们现在再来看 这一个 这一个函数之间 怎么传递 这个 对象 怎么传递这个对象 OK 那这个argument有点差别就是说 这里传的 是真正的 是一个 对象 而不是 传的是分身 在Java传的是分身 在C++呢 传的是本身 OK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Rectangle这样一个class 然后呢 这是C++的 这是C++的 然后呢在这里 这是C++的 然后一样的定义属性 定义函数 定义函数 然后呢这边有一个Display 那Display呢 它可以把这个 这个 对象 把它传过来 它把对象传过来 所以它Display你看它把这个对象 把它传过来 把它传过来 那这边所谓传过来的意思是什么 这边 传过来就是把这整个对象的内容 Copy过来 所以它两个对象 是不一样的 它两个是不一样的 它把它Copy过来 所以呢 变成 有一个对象 叫X 有一个对象 叫做R1 对不对 那么R1里头是10 跟10 结果X呢 也是一样 10跟10 它把它复制了 这就是 Copy的是 对象的本尊 而不是 它的分身 有没有 因为 这里头呢 还没有用到 指标的概念 OK 所以 Main函数把这两个对象 分别传给Display 那这两个对象的形态呢 这是Rectangle 所以它们 相同的形态来接受 它也是一样是 是Rectangle 所以它就把它的数据 拷贝 把它的内容 把它Copy给X 因此呢 这两个的内容相同 内容相同 OK 它们的内容相同 接下来呢 就可以 算出它的 面积啦 可以算出它的面积啦 OK 然后呢 在这里可以了解一下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个的生命比较短 为什么呢 因为 在这个先存在了 然后呢 他call它的时候才把这个子传过去 在这里计算完毕之后 这个结束了 这个函数做完了 这个函数做完了 这个X就把它 cute掉了 所以它的 这个X的生命 就是 X的寿命 比R1短 因为X是Defray里头的 这个自动的对象 所以呢 进入的时候 诞生 这个结束的时候就 毁掉了 OK 好 那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西加加的过照式 其实西加加的过照式呢 跟这个 加瓦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它还是一样 要求 操作系统 有一个空间 可以换对象 再来 设定它的出值 出奇值 还有它的 三个特性 跟 加瓦都一样 它的 构造式呢 跟类的名称是一样的 它也没有 宣告它的回传值 因为它不用回传值 所以你看 这是一个 西加加的Sircle 然后呢 这就是构造式 构造式 那构造式里头呢 可以写代码 可以做出奇的设定 所以我们这边就写一个Circle A 那这个A呢 表示呢 它调用的是一个没有参数的 一个 构造式 所以它就把它设定去10 所以这个计算是它的Area 就可以 计算它 这个Area是多少 这个计算它的面积 OK 这个计算它的面积 因为它的半径 已经被设定10了 OK 那就是这个C C加加的一种写法 看起来 跟加法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呢 在宣告的 Circle A 这个时候呢 就调用了Circle的构造式 所以构造式呢 就在 内存里头 创建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呢 叫A OK OK 然后就执行这个Circle里头的 指令 就是把10存进去 就是这里 这个 现在讲的是这个 就把10存进去 因此就得到 这样的一个 对象 那么里头呢 有一个 数据 叫10 有两项 这个 函数 那这个跟加法是一样的 OK 所以构造式的就是创建对象 并设定出值 那在C加加呢 因为 这个Java有Garbage Collection的机制 来清理对象 但是C加加没有 所以C加加自己要有一个 Disruptor 就是你创建的这个对象 那你占了记忆体的空间 那你用完了不想用的时候 你要调用一下 你的除够式 然后呢 就可以 可以把那个记忆体呢 把空间回收 OK 所以呢 这里呢 比较特别的差异就差在这里 就是有一个 这个 前面加一个 这个尾巴 那这个叫除够式 OK 所以呢 当你呢 这个 不想用的时候 就可以调用它 把它删除掉 把你的记忆体把它删除掉 OK 这样子的 的做法 OK 所以 类别的名称叫steamfile 因此steamfile的函数就是 构造式 那么 这一个 一个 一个 蚯蚓 再加一个steamfile的函数叫除够式 负责呢 除去这个对象 除去这个对象 然后呢 取回空间 就这样子的 OK 等到我们后面的时候会再来说明 这个除够式呢 在这里在这个例子当中 比较看不出他的 他的意义 但是 这里头 我们后面 当于有关 操作系统要的是 一个 在heap上面要的空间的时候 那你这个就很重要了 因为你要 你要的空间 那你要在这地方 要去把它 key掉 这样才合理的 才合理的 好 那这个是 当 执行到这行代码的时候 那么就会执行 这个构造式 会执行这个构造式 就会执行 执行这行 这里的代码 但是 当你到这一个 当你这个 A在这里 A在这里创建的 在这里使用的 接下来就要离开了 离开的时候 那A就会被key掉掉 A就会被key掉 但key掉的时候 他就会来执行这里 会来调用这个函数 那就跟你说拜拜 说拜拜 OK 那这个用途呢 就是如果你在创建的时候 在创建A的时候 那么你有去 跟OS 像操作系统 那么 这个 要 要一个 额外的空间 要额外的空间 就是 除了这个对象之外 你这个对象 譬如说 现在创建一个对象给你 这个类创那个对象给你 但是你想 还要想point到一块 这个这一块那是向OS拿过来的 那这个时候呢 你在 在 这里的时候 这个A会被key掉 在这A会被key掉 但是这个A被key掉掉的时候 你这个把它key掉 这个没有啦 但是这一块 还留着 留在内存里头 这一块呢 就变成 永远回收不了 就是 你OS也不知道 你不要啦 所以这一块一直站在内存 所以对于这个 电脑的运行呢 是很伤害很大的 因此呢 在这里头 他去要这个空间 那在这里头呢 要负责呢 把它还回去 在这个 这里头呢 要写一个 怎样代码 啊 这个 把 把这个 空间把那个额外的空间 还给 要把它还给OS 的意思是这样 我们现在再来看 刚刚已经看过C++了 那我们先来看C的 类别的部分 那一般人来认为呢 C是没有类别没对象的 但是呢 我高老师呢 在 五六年前 就把这个 OO的概念 加到这个C上面 那我称为叫 OOPC 那这个 是可以的 那么 C++的功能 齐全 但是 在这个 Embedded 系统上面 这个 C++的 这一个 有很多的限制 其中的限制呢 就是 在这个 做Overloading的时候 也就是它一个Virtual Table 有一个Virtual Table 它会让整个系统呢 产生很多额外的 这个 虚功 所以在 速度上 那并不是最好的 所以呢 我们就在 我就把这个OO 加上了C 那以C的 那个Macro 就是 Macro的意思 以C的Macro来写一个header file 那么由这个 就可以 用C来写这个OO的概念哦 那现在我们就来 欣赏一下 那我起这个名字叫做LightWave 就轻量型的OOPC 所以轻量型OOPC是一种轻变又快速的这种变向对象C语言 所以在 迁入式里头呢 就有很多人用 这样子 所以在1986年呢 C加上市的时候 大家都希望 不要用C的 而是用C加加 但是C加加的效率 不是很高 C加的效率不是很高 那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在 继承的 一个体系当中 比如说 一个类 分了好多子类 再分了很多子类 那么 当这个 你去调用这个子类 比如说调用一个函数叫F1 那F1呢 这里可能没定义 他是定义在 在副类 最高的副类 这个时候 C加加会一直找 从这里要找上来找上来 找到这里才发现这里有 所以就扣他 来执行 所以就寻找的速度 这个 对于在LongTi来讲 有一点花时间 所以效率呢 不如C加加好 所以呢 我就把它 写了一个 这个 Headify 然后用了Macro 把它写的 其实也不长 就只有两页而已 那这样子的话 我在这个Macro当中 定义了什么呢 定义了几个关键字 给你看一下 啊 定义一个关键字 叫Class 有没有 一个Class 所以就可以 来定义Class 对不对 还定义Constructor 就构造式 有没有 还定义构造式 对不对 那么 还有定义 这个Interface 还定义接口 等等的 所以这样子能够提高效率 那么 就没有C加加的那个虚拟函数表 叫Virtual Table 刚刚所谈的 这个部分呢 C加加是用 Virtual Table的方式 来处理的 所以他的效率会 会受到下降 那就是这里所讲的 在C加加呢 他 采用的就是一个 Virtual Table的做法 叫VFT Virtual Table的做法 所以呢 他 只就是用这种OOPC 他的效率是很高的 他没有这个 这个虚拟函数表 虚拟函数表的概念 所以保持了原来C的高效率 OK 那我现在来看一下 我的OOPC 那么是怎么样子的创建对象呢 怎么样来定义这个Class的 OK 让你看看 怎么用C 来描述 来描述这个对象的 这个属性 以及他的行为 OK 以及他的行为 好 那现在我们就 把这个ROS 我们要定义一个ROS 类别 而且是用C定义的 OK 所以Class ROS 有没有 然后呢 价格 这个 月份 然后呢 这个是定义的C函数 有没有 C函数 所以这里稍微 让你觉得有点怪怪的 就插在这里而已 其他没有 就插一个信号 一个括号 OK 所以这样C函数里头就可以 把这个Price印出来了 好 接下来 定义好了这个 这个ROS呢 定义好了这个类之后 就可以ROS 来 你看 非常简单跟C++一样 创建一个对象 叫ROS 然后呢 就去 叫这个对象 去执行这个函数 有没有 就结束了 没有啦 这就是 这个我创造的 这个 OO的C语言 OK 这个ROS类的对象 叫这个ROS 它也是占一个空间 那么里头呢 也是两个 这个属性 那这个属性呢 除了属性之外 还有一个 函数叫C 来表达这个行为 一样的 他的这个做法呢 跟这个 加瓦跟C++ 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OK 那么 这个C对象的指针 英文叫POINT 相当于加瓦 对象的参考 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对象的指针 NOW 你看 这里头一样 同样一个class的定义 现在 是有宣告一个 一个对象 还有一个指针 有没有 那这个ROS类 我这边就好 来我们看一下 首先用ROS呢 产生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本身 就起名 叫做ROS ROS OK 然后呢 再宣告一个小倍量 叫PR 这个时候呢 就要采用信号了 因为他不像加瓦 加瓦的话 默认下 就是POINT 但是在C++不是 所以就必须要特别 宣告一个信号 这个时候 才可以指向他 OK 在这里 这个动作就是指向他 有一个ROS 对不对 然后设一个PR 再来 把ROS的位置 因为ROS是这一整颗 把ROS的指标的位置 给P 因此那PR 给PR PR就指向他 PR就指向他 那么在加瓦就怎么写呢 加瓦是ROS 加瓦是ROS ROS 加瓦是ROS 然后PR PR 对不对 等于 New NewROS 这样子 所以他是New一个ROS 然后呢 然后把那个 指标传回来放在PR 那么 在 C++ 就是要变成这样子 他在 产生一个ROS的对象 有没有 这里是一样 产生一个ROS的对象 然后呢 定一个PR 然后指向他 一样的道理 只是写法不一样 这么定一个ROS 然后定一个信号PR 然后呢 ROS的伏雷解 就表示位置 换给PR 就指向他 你看这两个是一模一样 对不对 所以语言不一样 表达方法不一样 但是 在内存的结构是一模一样的 接下来呢 就叫PR所指向的那个对象 去执行say 一样的道理 这个 接下来也是PR 点say 这是Java的 所以 叫PR所指的那个 对象 去执行say的函数 注意一下 叫PR所指向的那个对象 去执行say函数 一模一样的 OK 所以 因为对象是以C的结构来实现 指针 可以指向结构的变量 所以指针也能指向对象 一样的道理 所以呢 这里 你看都一样的 就是 你可以把ROS 这是对象的 位置给他 他就可以 去 把PR所指向的对象 去执行PR 有没有 执行say函数 那就能够 把这个 ROS的内容 把它 产出了 OK 好 那我们 在这个再来看看 C的 OOPC的构造式 有没有 所以我们设计类别呢 很重要就要产出呢 这一个 创建 这个对象 所以我们需要有构造式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C的构造式是怎么写的 这个构造式呢 就只有这样而已 先告一个头一个尾 然后呢 把这个 函数把它set进去 这样子 那这个为什么要set进去呢 原因 就是 目前 我们就讲 应该是这样讲 就说 在C++跟Java C++跟Java 那么 他的这一个譬如说这是Client 然后用我们的ROS 这样的一个类 比如说Man好了 来扣ROS的话 那么这个ROS呢 如果有一个方形叫方形1 所以他就直接调用方形1 有没有 就调用方形1 这边有一个say 对不对这边就直接调用say OK 那我这个OOPC呢 做得比较好 做比较好在哪里 就说 我这边还可以 给他做别名 这边是say 这边是say 可以talk 就是c 可以 这个talk就等于这个 其实他是别名 所以在从Man来讲 调talk 等于是 调用了ROS的say 所以如果说好 我们举一个例子 在这里 如果这里把它改了 改了叫做talk TK好了 改了叫TK OK 那TK就是say的北名 所以在Man 这个函数里头呢 就不用say 只用TK 这用TK 那这有什么好处呢 可以让ROS呢 以后这个ROS的部分 如果呢 改成say x 就把这个函数的名字改了 那我这边只要改say 就好了 这一边不用改 其他所有的Man Man1Man2Man3 都全部用TK 所以呢 我这边改x 就不用改TK 所以呢 这叫做北名 所以 外人用北名 内部用本名 那我的设计是为了 让他 两边可以独立 那未来 改ROS这个 这个say的时候 我就要 就不用改这个Man 用意在这里 那constructor呢 背后 我这一个 背后呢 还会产生一个 这样的一个函数 就是真正的constructor 会来 帮你产生一个对象 也就是跟OS 要一块空间 然后呢 会传回 这个对象的指针 一样的道理 所以呢 你只要是 定一个ROS的class呢 我自动会帮你产生一个 ROS 这样的一个构造式 这个才叫构造式 OK 这是我帮 我这个MACO里头自动产生的 自动产生的 EG 你的类名 去产生的 那这样子就把它回传一个 指针 就可以透过这指针 去call他们了 OK 所以 constructor就是 构造式的简写 那 这里定义一个 RAW new 这个构造式呢 可以来创建 RAW的对象 并传回 该对象的指针 OK 那该传回的指针是 Void的信号 这时候你可以转 Type 转成这个 形态 那你就可以 把它放进去 PR的 小变量里头了 结议呢 就N左右是面向对象的 一种框架 在这框架当中 上层呢是加吧 底层呢是C跟C++ 因此呢 两层呢 都是使用 面向对象的概念 那我们 基于这个面向对象的概念的基础 把他建立的很好 我们就可以 在这个 Java C 跟C++ 能够 一以三吃 三以一吃 OK 那么 这是 扎实的 面向对象的观念跟技术 它是一个基本功夫 那么越是扎实呢 越能够 让你呢 未来 跳得更高 做出更好的 这一个 软体系统 也就是软件产品上 你可以 这个 毫无顾虑的 登上巅峰 OK 登上巅峰 有空呢 你可以来参加 我这个课程 但是我这个课程呢 是 所有的IT里头呢 最高档的课程 所以收费很高的 上课两天我亲自指导 一个人 每天 两天就要6000多块钱 OK 那如果你只有太贵 你可以听我那个 100小时的 一个基础课程呢 那个100小时才2000多块钱 OK 好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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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